例如说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文件 我有一份文件 假设说 叫做 其实我已经打好字了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 我现在 我要去 写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 有一个采购的名称 那我就先把这个定义为标题一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有履约需求的标的 这也是标题一 那要履约哪些项目呢 有这几个项目 它就是标题二了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就是标题一 标题一 可是 可是那文字 当你今天你要打 例如说采购名称 按一下 Enter 你接下来就打内文字了 例如说 什么 台 台北市民健康参除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那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什么是标题 什么是内文 一定要区分开来 而且我们一定是先想 我的标题是什么 然后把第一阶第二阶的标题字全部都打好 之后你才会去打内文字 所以标题的定义非常重要 好 那标题定义很简单就是 如果这个是标题一 我就点一下这个标题一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标题一 怎么知道说这也是标题一 这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时候你可能要重新拿回来 我们的国文课本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都很容易去理解 什么是标题 什么是标题二 因为公文 它有考这一件事 好 所以我想这边我们就 不花很多时间来讲 那定义好标题 接下来 这份文件 例如说有标题一 标题二 然后定义好之后呢 这边只要定义好之后 你透过检视底下的功能窗格 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标题 所以 这是如何 正好 像 知道